很多的问题 包括刚才这个小黑提到 说有很多网友表示啊 他们这段CP情啊 根本就是假的 尤其是张四番 很多网友觉得 他根本就不爱徐晓诺 根本就不爱啊 有好几次呢 这个徐晓诺犯小女孩脾气 在刷自己的任性的时候啊 这个张四番直接就骂徐晓诺了 说你脑子里根本不知道在想 小黑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你对你的男朋友 这个耍小脾气任性 你是希望他来哄你呢 还是希望他来骂你呢 那当然是希望哄啊 但是哄一次两次可以忍受 哄两次三次更多次 张四番应该也受不了了 所以才感觉他现在对徐晓诺 也是大家都懂得了 那小白你觉得 这个张四番会用这样狠的语言 去骂自己的女朋友 这个是说明他恨铁不成钢呢 还是说明他打心眼里不把徐晓诺放在心上呢 我觉得他对徐晓诺的好 大家应该都是看得出来的 只不过不管说是谈恋爱或者是交朋友 这两种关系当中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平等的 应该互相尊重 那刚刚博士您也说了 徐晓诺平时会有一些小公主的脾气 我觉得张四番一直都是很忍让的 所以而且也是为了他的好 所以才会指出他有一些任性的地方 也不能够他一直的退让 所以我觉得张四番偶尔的说一下 徐晓诺也是为他好的 我明白了 这个偶尔的说点重话 不是为了训斥他 而是为了鞭策他 让他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 从这一点看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对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西瑞肯谈会结束之后 张四番骂过更狠的 他毫不留情地就骂徐晓诺 说你是小公主 大家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你又是什么气 没有什么气 你说的对 总统同说话的时候我不应该笑 我不是说总统同跟他没关系 你坐着听我说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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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推我那么用力 看台会的时候不要看东西 不要看你不要整个东西 这样很不礼貌 我跟你说很多遍 每天都跟你说 这有什么好发脾气的呢 你没有发脾气啊 你发不发脾气 我都查了吗 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自己的心 这别人看他也不好 别人看他也都骂你 你知道吗 对 你是对我好 你不是偏袒他 你是对我好 对 没有 我求你了 我怎么可能会让他 你是 但是你也让我很没有面子 你当了那么多人 我跟你说的多少分嘛 每个人都要面子 我得一样 我刚刚睡觉 你不要笑 妈 不好意思 我就是喜欢笑 我不选 好了 好了 你干嘛呀 干嘛呀 游戏而已嘛 开心玩就行了 我爸也走啊 现在的李友呢 李友就是很刺激啊 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刺激的 要不要一样 坐稳一点 不要跟别人那个啥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真的是烦死了 说也说不听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我让他跟你说了那么多次 可是 我以为你当然应该选我 你在躲我 你跟他多安全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大家注意到几个细节啊 刚才呢 第一个细节是 张思帆 直接就把徐晓诺 按在了沙发上 这都动上手了 另外啊 刚才连这个说话 一向耿直的 王蒙都看不下去了 还在劝张思帆呢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 每次 张思帆 教训许小诺的事 都是当着一堆人的面啊 如果你们真的有感情的话 有什么事不能两个人说呢 非得当着一堆人的面 再怎么说 徐晓诺也是一个小小女孩吧 有考虑过她的自尊吗 有考虑过她的面子吗 理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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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